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界 出現了好鳥不起的伯朗特三姊妹 她們分別是夏洛帝、艾米利和安妮 其中尤其是夏洛帝和艾米利更是屬於天才女子 雖然沒有適數發揮自己的文學天賦 但是她們亦為世界留下了兩部傑作 就是大名鼎鼎的《簡愛》和《夫少山莊》 1847年12月《夫少山莊》初版文世 作者署名為艾利斯·勃愛爾 出版商是托馬斯·科特雷·牛比 但是在1850年這本書出第二版的時候 出版商就變成夏洛帝·勃朗特的出版人史密斯·艾爾德 而且從此之後《夫少山莊》的原稿 就再沒有人見過 有人說是被史密斯·艾爾德毀掉了 但是史密斯·艾爾德為何要毀掉原稿呢? 沒有人可以說出理由 在原稿存在的時候 就有人懷疑過《夫少山莊》的作者 不是艾米利·勃朗特 現在原稿在人間蒸發了 而且出版人也改變了 著作權就引起了更大的爭議了 由於之前載版的出版商 是夏洛帝·勃朗特的出版人 再加上夏洛帝·勃朗特 當時已經憑著一部《簡愛》名利雙修 於是有人把《夫少山莊》視為他的作品 但是夏洛帝·勃朗特出面作了解釋 說作品不是自己所著 而且在《夫少山莊》的載版序刑裡 他還不厭其煩地為他妹妹提供了寫作時間上的證據 當時還有人懷疑 但是這個懷疑的風波總算是平靜下來 其實就在《夫少山莊》初版的時候 就有人指出 艾米利·勃朗特完全具備寫下這部傑作的可能性 《文語奇人》是著名文藝批評家 暴風提出的觀點 這個可以當作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 我們只要仔細解釋一下艾米利·勃朗特 就不難發現《夫少山莊》中沉悶和壓抑的主題 艾米利是熟悉和體驗過的 夏洛帝曾經這樣評價她的妹妹 自由是她鼻中的空氣 沒有她,她就會死的了 日常生活中的艾米利不信教 性格挖強、小言寡語 有強烈的自我意識 在《夫少山莊》出版之前 艾米利曾發表了一組 與《夫少山莊》主題相近的哲理師 而且從艾米利其他作品中 我們都可以看出她簡潔、明朗、集中和強烈的風格 而這些都是與《夫少山莊》的風格接近的 有關《夫少山莊》主作權的爭議 在夏洛帝·勃朗特的澄清下平靜了 但是在17年之後 英國哈利法克斯《遺報》上 轉載了一篇批評《夫少山莊》的文章 作者再次對這本小說的作者提出疑問 誰可以設想契斯克利夫 一個在從搖嵐到墳墓的毀滅過程中 從來不閃避的漢子 竟然出自一個膽小的隱居女性的想像 而認為小說當為夏洛帝·勃朗特的哥哥 《布蘭韋爾》所著 《無毒有偶》這篇文章 被已故的布蘭韋爾的朋友 威廉·迪爾頓見到 馬上讚聞之前這個觀點 而且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 他曾經親耳聽到布蘭韋爾 念過《夫少山莊》的開頭部分 而那時《夫少山莊》還未出版 迪爾頓說 他與布蘭韋爾互相不服對方的詩作 於是約定各寫一首詩比比高低 他們確定了時間地點 然後就找了一位叫做約瑟夫 雷蘭德的人做裁判 那天布蘭韋爾說 要讀一首叫做《死神的詩》 但是拿出來的是一部小說的開頭部分 布蘭韋爾非常之懊悔 當場宣佈自己輸了比賽 但是迪爾頓說服了他 讓他將拿來的東西讀給大家聽 只要寫得好 一樣是可以贏 當布蘭韋爾讀完之後 無論是裁判還是迪爾頓都驚呆了 他說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有震撼力的文章 我敢肯定裏面的背景和人物 就其發展而言 和《夫少山莊》是一脈相承的 因為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沒可能記錯 而早在很久之前 布蘭韋爾的另一個朋友 愛德華德·施劉恩就說過 我一開始讀《夫少山莊》的時候 就已經能夠預知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和情節了 因為布蘭韋爾一而再 再宜三感向我讀過他的首稿 那足以讓我的頭腦熟悉他們 1872年 又有一個叫喬治·塞爾·菲力普斯的人宣稱 曾經親耳聽到過布蘭韋爾說過 他要創作一部小說 小說的名字就叫做《夫少山莊》 背景是粗獷的角地 人物是愛罵天袖地 和好杯中脈的約克郡魯香 甚至還有人這樣說 凡是略未讀過簡愛的 都會知道這本小說是一位女性寫的 而凡是粗粗翻過《夫少山莊》的 都會認為他絕對不會出自一位女性作家 那個時候 這個文學兄妹的父親布蘭特還在 於是迪爾頓跑到老人那裡去求證 布蘭特毫不猶豫地說 他的兒子完全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一部作品 而且要求其他人不要再為《夫少山莊》的事情打擾他了 應該說從人證方面 艾米利·布蘭特 無疑是佔有優勢的 但這件事的關鍵證明 《夫少山莊》的首稿 到今天還沒有被找到 客觀上令到這個文學圓案延續下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